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非常值得 在維大教育研究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整理歷年的國際經濟戶外 Lisa, Girls, Kids 我們都發現共同的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邊向教育 就是後面這一輩子小朋友 跟前面那一輩子小朋友 他的派友 這個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那邊向教育確實有很大問題 在12年國道推動之後 我們馬上又碰到一些新的問題 比如說高中的選客 很多客鄉下是沒有那個實質的 他也不可能從社區裡面找到資源的 那現行的辦法沒有辦法支援 讓這些邊向學生 台北市的學生 可以怎樣得到好的 能夠讓他們有自由選擇的教育 所以這些問題實在太多太多了 另外在國民教育這邊 我們第一層就在台東來講 我們台東縣 土地是全國的十分之一大 人口是百分之一 所以地管人心也可以這麼多 那我們每一年的會考 都是全國的最後一名 全國平均的因素大概百分之三三 是C嘛 台東呢百分之五十九 最後一名 最後第二名呢 是花園 百分之四十七 那你可以知道說這些問題有多嚴重 那再來就是地方的教育 應該有地方的更 你怎麼樣讓學生對這個地方產生認同感 去符合那個 吳瑟麗克剛的執法呼籠共華 這樣的概念 那大家都會想要到台北去 想要到高雄去 那可是你在地方怎麼做的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 我們有三位Presenter 第一位呢 是萊克花蓮的 顧怡君老師跟五名童老師 顧怡君老師在 中華大學附近 他們在做五位屋 他是個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他已經做得非常多美 大家一知道五位屋都知道 就是跟顧老師連在一起 那第二位呢 是愛心國小 我們嘉義梅山來了 如果你先走過什麼嘻哈動作 就是那個美麗的梅山 從那邊過來了 他這個山裡邊的地方 他怎麼樣經營他的學校 第三個Presenter 是從平東過來的 曾晟通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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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 他的學校在篩後 重建起來 然後他怎麼樣 藉著這樣的契機呢 結合社區 創造出一個新的學校 跟社區互動的方式 我就不再多說 大概我Presenter 一個人十五分鐘 我就不會 嚴格計時哦 時間到尾 您反而請下 因為後面還有人要討論了 那第一位 謝謝 我們部長歡迎 賦予欣賦老師 喂 大家午安 這個 這個 好 很高興今天從花蓮過來這邊 跟大家談這份 分享 我剛剛做了一些調整 因為從早上聽到現在 我覺得 講到案例的部分 大家那個專注力比較好 所以我決定把那個論文的部分 變得很短 反正大家可以全文下載嘛 好 那我的題目是這樣 我的研究夥伴吳明鴻 他現在是東華族群索國師班的學生 那長期的跟我一起在現場工作 那他因為是兩個孩子爸爸 所以他今天沒辦法遠行這樣 好 那現在有一個前言 這個是我們在花蓮遇到的 可能是全台灣的偏鄉都相同遇到的問題 那談實驗教育的時候 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在5月5 我們有一張正式的 在學校型態的許可 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才讓教育處遵循我們這樣辦理 那從我們開始辦理一天到晚 給我們很多的刁難 我就直接說 這個錄影有點麻煩 那個就是指教跟正 到現在比較不限制我們 讓我們可以自由的去運作 我們已經做了五年的時間 那五月5今年是第10年這樣 那我們再想一個問題 就是實驗教育其實在台灣目前 有一點階級化了 就是有資本的他有非常多的選擇 他最多選擇 早上已經我們聽到很多人說 他就到國外去了 那其他的現在又擠到不同的學期 剛剛中午替蔡少長說 現在實驗學校附近的房地產也開始改變了 可是鄉下就會這樣的問題 這些孩子在實驗教室 他在公立的學校裡面 那又非常少的比例 然後他即使在一般的公立學校裡面 他有很多差異性跟特殊性 是沒有辦法面對 剛剛惠蘭講的非常重要 就是實驗教育的本質就是差異 可是事實上這些差異 在正式的實驗教育裡面 有一些面向是非常難照顧到 所以我們在想我們的這個非學校型態的時候 我們很關注鄉村的主體性 因為我們想要養一群鄉村的孩子 就是土裡土氣的孩子 該怎麼養大這樣 好 那我有沒有幾個主要的概念 現在面對弱勢的學習 一般就是用不足 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補救教育 從什麼夜光天使啊 洗手計畫到永寧希望小學 小秀才學堂 各種各樣的補救教育 那我們不太用不足 我們用不同的概念 就是不是不足是不同 那這個不同有沒有可能是翻轉 或者是找到幫助這些孩子的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他生活在農村裡面 那現在有一種農法叫做自然農法 並那個有機的要求還要嚴格 他是也不能說嚴格 他是不一樣的思考 那他不把害蟲、茶草這些東西 視為負面的 他把這些放進整個身體裡面去想 怎麼與這些我們本來認為不好的東西共生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的第一張頭 裡面的那些所謂的不好的 就變成自然農法裡面很重要的元素 你要怎麼去認識他跟他共生 這個是我們在想 我們的非學校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學校也是 就是學校如果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的話 他怎麼回到棲地的概念跟共同體的概念 而不是我怎麼樣要求外面的這個環境來適合我 最後假如我們要培養這樣的孩子 我們可能不能不問這兩個問題 所以剛剛會來講到那個 最後就是回到那個哲學的問題 就是國媽把他培養到哪裡去 假如我們把他培養很好了 他其實就遠離鄉村了 那我們有權利跟他說 你一直留在鄉村嗎 鄉村很好你別走 就是這兩個之間其實是一直我們在想的問題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問題意識 那我就文章裡我就不多說 好那我們會談幾個文章裡有談幾個重要的概念 是我們對補救教學跟多元發展 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以及所謂的多元文化教育的部分 我們有比較微觀的層面去談一個接應的概念 而不是要回到那個很大的那個文化 什麼族群文化的那個概念 個別差異的文化 好那這是我的研究架構 我們有一群教師社群 這個是我在還沒有教師社群這四個字的時候 我們在花蓮已經有一群叫做後山老師這個社群 我是透過教師研習認識這一群老師 然後就一直跟他們做叫做有的沒有的 因為很多在意學學術成績的校長說 為什麼那個教授來我們的小孩成績都沒進步 然後我就被標籤了一個就說 那個是來做有的沒有的教授這樣 那我也蠻喜歡這個名字的這樣 所以但是我們就是有的沒有教師專業社群 那我們跟這群老師就是老師需要什麼 就倒數下去跟他們做什麼事情這樣 那沒有有趣的概念 這件事做不下去 我們就很沒骨氣趕快換解的方法做這樣 就是這樣才做得下去 一定是生態的概念嘛 好那我剛剛大家會講到這個 那個主持人講到我今天是用這個例子 我們在村莊裡弄了一個句點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你都忙死了 為什麼要還要弄一個句點 好我要告訴大家是因為 對我們跟非常多的學校合作 遇到的困難我就覺得有一個 一口氣咽不下去 就是說怎麼可能是這樣的 那他們就說阿英恩是教授 所以你只有說說而已這樣 好那於是我就得做做 不能只有說說 所以就目前做了第十年 希望能夠做下去 那接著就是我們的研究的這個概念 行動研究民主制都是我們重要的 那我的論文裡面有三個案例 那就大家仔細去看 好那我們看一下五位屋這個非學校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規模 那我要先解釋 五位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要做非學校 我們也沒有要做教育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目的 就是孩子駕馭的地方去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不覺得學校應該要負這個責任 學校把孩子聚集的話 大概就是做一定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想到孩子在一起做什麼事 讓孩子願意來持續來又可以學習 那剛好一個空間 剛好有很多的二手物資 我們就開了這個二手店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可以開多久 第一次有人問我說你要開多久的時候 我說我想了一下 杜威有一個實驗學校開了六年 只要比杜威多一天就對得起國家 那就是這樣好 好所以呢就變成現在這樣好 我們生活技能裡面 然後食農教育 我們有非常多的國際交流現在 我們有探索學習 然後兩個禮拜以前 我帶了十幾個孩子到台大去分享 每一年我們上台大的講台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村莊 建立成一個公寓村 接待很多的團體來 然後我們的孩子就會帶大家認識村莊 他不動了 他比較喜歡這頁 不喜歡走到論文了 怎麼辦 好那所以在這個結構底下呢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不斷的去陪孩子 那我們沒有什麼課程的概念 我們當然有一個架構說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明天要做什麼 可是只要孩子出狀況的時候 就是課題出現的時候 比如說孩子說髒話 孩子打人 好那如果那個事情是我們可以停下來 變成學習的 我們就會停下來 所以我們所有的 Plan的課程都是假的 就是說那個事情其實完不完成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希望我們在這個現場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向孩子學習 就是孩子必須要教會我們怎麼陪伴他們 而不是教他們 那人類學習我們也是這個概念 是我們不是 孩子不是被教會 不是被taught 他是caught 就是他接住了這個空氣當中在流動的東西 那個是他要 他會順手去把他抓下來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創造這樣的環境 讓孩子去抓他要的東西 那好講到多位了 那這個是我們的研究方法 那這個是我們用的一些理論 那個Bowles是我的指導教授 那文化圓一的教學也是我們 因為要寫論文就得有這些東西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現場當中 他不是引導我們 而是我們實踐了我們的想法以後 回過頭去看這個理論跟我們的關係這樣 好那差異 我們很著重不同 就是說我們不希望每個還 即使是在非學校裡面實驗裡面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可是每一個孩子的差異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有這個條件 因為我們只有十幾二十個孩子要照顧 那我們就從不同當中找元素這樣好 那下來一直學習好 那我就要很快跳過 因為我想有大陸來的朋友 跟菲律賓來的朋友 我想要講一下我為了 需要的人幫我超過這個 好那我的那個下面一個PPT是我們上次在台大的時候 我用的簡報就是兩個禮拜前最新版的簡報 那我是沒有辦法全部用完 因為這個大概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就挑重點來講好快要有了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好 好這個是我們的一個信念 因為我們開個二手店 但是我們很著重的是我們不用賣東西這件事情 重要的是關係的改變 怎麼樣去把沒有關係的變點有關係 有一點點關係變成很深厚的關係 很深厚的關係 延伸到各種不同的關係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影響我們在現場做思考跟判斷 就是這個哲學的部分 那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零資金 全部都用這個紙箱 然後一個舊房子 然後用一塊窗簾布鋪一鋪 我們就開始了 那原因是希望孩子到生活裡面真實的學習 不要接受補助了 不難仰賴補助了 我們靠自己的努力 然後我們有工作 我們就可以換我們所需的東西 好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週休 週休五日 我們只營業兩日 然後什麼事情都跟孩子一起做 那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理念 就是其實我們並不真正知道這些孩子需要什麼 然後我們就做了很多事情了 然後我們就說你應該要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想法是 我們要先真的知道 那誰才真的知道呢 也不知道 我們就在現場裡面要向孩子學 因為我們真的知道 才能相助 而不是我們單獨的幫助他 其實孩子也在幫助我們 變成一個更好的老師 這一點我是非常非常從孩子身上相信 那在座就是教育工作者的話 可以知道 我們很容易教育倦怠 那很多在我身邊的人看到 我就問我一句話說 你怎麼都不會倦怠這樣 那我說 對啊 因為如果你每一天都覺得你是那個收穫很多 你幹嘛要倦怠 這就是孩子給你非常多的收穫 你就覺得你是豐收者 那這邊有幾個概念 我們不抽了一個病理化 我們的孩子 這個是在天鄉很大的一個困境 現在這個藥物已經大量的進到天鄉 ADHD的藥物 就是過通的藥物已經 就是打誇我們所有的孩子 這是非常悲慘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把鄉村變成一個支持系統 去支持這些孩子 那這個是我們在台大發表的情況 那這個大家大家看過了 那我們說我們要培養土壁土器的孩子 就是我們願意培養鄉巴佬就對了這樣 可是很奇妙的是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跟國際有什麼互動跟交流 我們每一天都吃不飽穿不暖 然後孩子被揍這些 怎麼還有可能國際化 可是他就國際化了 我們走到了世界各個的角落 這個楊老師那次請我們去 我們就上了長城這樣 我們到了日本單車環島兩次 然後我們今年有兩個孩子到美國六州的自主決心 好那世界各地的人也來到 五大洲的人都來了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來 怎麼找到我們 然後我們也沒有付他們錢 他們還給我們錢這樣 那就是譬如說長島大學已經來了七年 那後面這個彩繪牆是他幫我們一起畫的 然後有非常多不同的國家 那這些人因為想要認識台灣 他不再想要認識櫥莊裡的台灣的時候 他就會很認真的找到我們 然後我們從不把他們當貴賓接待 我們都把他當勞工接待 就是來就跟我們一起工作 那我們吃什麼他們就跟我們吃什麼 那基本上他們就會再去帶其他的外國人 這樣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孩子去美國的情形 然後很多的報導很多人幫忙我們 那他們到現在還在還債 就是他我們是工作 移取點數以後可以換店裡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外出 像台大比較富八百一點 我們不補助孩子的 你要靠自己好 那這些孩子他如果出來外出點數不夠 我們就借給他說 我們也開地下銀行借錢給孩子去 這樣好 然後我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待賬不追討 有人問說那他借你錢怎麼辦這樣好 我就說這就是關係跟東西的概念好 他如果繼續欠你錢他就跟你一直保持關係 對嗎 這樣就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他欠我錢他的焦慮比較多才對 對嗎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因為我們是銀行 我們銀行我們就會焦慮說這個不還我錢怎麼辦 還是我們最希望他不要還我錢 他一輩子都跟我有關係這樣子 所以這些孩子他就去完成他的學 那這個夢想應該要努力的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就幫忙他然後他會玩我們的錢 好我剩下一分鐘 那我們現在就好公益村的角度去做 我們如果你覺得我們還是一個二手店 你就要更新你的城市 我們現在已經有八個螢幕的據點了 那我們再從村莊的京劇去想他怎麼成為一個人 回到我那個研究的概念裡面 他必須要有在地生存的能力 他到什麼地方他都可以生存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好 大家可以不用拍 我可以把這個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是我們的概念 我再看幾張照片 鄉村的孩子沒有書桌 這是大家捐書桌的方法 那我們的方法是帶孩子做書桌 自己設計自己做 自己規劃 那大人的工作 是把孩子畫站不起來的書桌站起來 這樣聽懂嗎 這才叫做真的 大人才有學習 才相助你知道嗎 好 所以如果你只會做書桌 你沒什麼了不起 孩子畫的書桌 你做得出來你了不起這樣 好 所以我們的木工 在村莊裡也因為孩子的書桌 改變他的工作機能 這樣看懂相助了嗎 好 那單車也是一樣 這個是孩子設計的書桌 在床上的 好 他的空間只有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給他一張打心台書桌 好 那我很快的看過去最後幾個畫面 最後講到農村 好單車的給他過去 這個是我要給大家看的 這是早上我跟那個楊先生講的 這個是陶行志先生講的話 我在這邊請教 就是鄉村的孩子 一定要回到鄉村的邁路去想 我們怎麼從鄉村照顧他跟養育他 那他才有可能做一個完整的人 那我剛剛講說 到底他應該要到都市區還是鄉村 就不是有答案了 我們的答案就是 他只要你在鄉村活得好 他在你的地方才有可能活得好 用這樣的邏輯 好 那這個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希望在很短的時間 希望在很短的時間 給大家一些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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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嘉義梅三香來的鄭月趙校長 太欣國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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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所有教育夥伴大家午安 大家好 來自嘉義縣梅三江派新國小 職務室校長 真的很開心 今天所有的夥伴來自亞洲 很多很多國際 甚至現在有直播的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想這一場試的 我實驗教育國際研討會 我很開心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我的禮物是 從三窮水晉到峰迴入診 混零教育在泰興國小的經驗堂 那目前我是張師大特殊教育系 博士班的研究生 那也是嘉義縣特殊教育導環的副招集人 那我想在這邊 我們看一下我們嘉義縣的這個樣派 實驗教育的樣派 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幾年來 這104學年度開始啟動以後 我們會看到我們嘉義縣這四所學校 從這邊峰山、仁和泰興、太平 這邊這樣的一個學校 是104學年度開始啟動的 就是說實驗教育法一過以後 我們就馬上有這四所學校 那105學年度的時候 我們就 105就加進了大補國中小 那在106學年度的話 就有惠林 再加了貴林國小這樣子的一個學校 那整個我們嘉義縣的實驗教育的內容 是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看泰興國小的話 就是以核心課程 然後主題課程再來實作課程 這樣的一個脈動內容 來創造這樣的一個不一樣的實驗教育 那接著來看一下 這是泰興國小的這個資料 那我們很重視的就是說 剛剛我想很多場所的發表人提到 自我認識跟自我認同這個部分 社區認同這個概念真的相當重要 所以我們希望給予這樣的一個面向 就是從自我認識、人文型碩 跟品德良善還有創意國際的部分 再做努力 那我想接著看一下就是 我們來自這樣的一個學校 把大家帶到我的學校來看看 這很漂亮的一個校園 非常漂亮 然後看一下這一樣的 這個海拔大概是856公尺 這樣的一個高度上 我每天都在這裡上當 真的非常開心的 那我想這邊有奇觀 前陣子大陸不是人主秀 這個知名的地方 就是在梅山泰興國家 這邊這個社區裡面 有網友 他就說 這來自台灣的訊息 這是黃條路 不知道是哪一個地方 那就在 就現在我們學校的社區裡面 這一個 好 那看一下就是在嘉義縣 這個地形相當多遠 山海很多遠 那一樣的人口外語非常的嚴重 少子女化也是 還有老化很嚴重 所以你看看我們梅山泰興 為什麼我們馬上梅山泰興 就有三所實驗學校的出現 其實當然就是一定很重要的原因 少子女化蠻嚴重的 那為了要讓學校永續發展 我們有一點量要來 還好實驗教育法過了 讓我們有機會去接觸 然後整個這篇論文 我想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要提供學生一個 適性發展的教育 再偏向交通的偏向 但是教育是不偏向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讓我們能夠在這邊 來經營這所學校 那所以這樣的脈絡就是 104是嘉義縣 也是全台第一座混凝的實驗學校 105我們持續來做混凝式的修正 106經驗是進入第三年 那會看到孩子的改變 那我覺得說 這個台灣早就要做的實驗教育 只有現在三年前才啟動的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是一直要做下去就對了 好 那這樣子 今天的這個阿虎馬里的部分 我大概這樣分這樣幾個面向來跟大家報告 從研究目的部分 104我們大概就是把這個精神放出來 就是說 做這樣的混凝教育 馬上就進行混凝教育 然後再來 好 那混凝教育 然後教師配訓的部分 那我想這邊還是要很感謝 政治大學鄭同良教授的團隊 給我們 我們是嘉義縣指定學校 但是他所有的兵犯課程 所有的教師配訓 都讓我們有機會來參加 然後這邊真的正式的 很正式的感謝教授 我們是做了這樣的一個目的跟動機的部分 我想一定 當然是有目的才會去 剛好也有這樣的機會點 所以我們是一個危機 又是一個轉機 又是一個契機 所以就是這樣來的 好 那接著我們看 這是我們在庫裡面的 我們台灣所做的這一塊 實驗教育創新 我們是公辦公民的實驗學校的 這個區塊在這裡 那整個我們從 實施策略的部分來看 我想提到這邊的話 如果大家手機上方便的話 當然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破壞階段 這個第一階段的時候 事實上在這一點 那媒體讓我們學校非常的出名 我們的家長抗議說 這個我不要做實驗學校 你把我的孩子當拐老鼠來實驗 這樣不行的 那我想在這樣的一個歷程當中 你知道當時的我 當時的校長 真的是很 真的是非常當到很低 因為你一所學校 然後家長就會認為說 這個不要在我的學校實現 為什麼要 是不是要幫我併校等等的 那所以我們當然就有一個機制 就是 你如果不願意留在這邊的老師 你可以優先做建議 不要動禮拜 告訴各位老師們 你知道嗎 所有的老師就掉走了 就是校長公園那些 我們的職員莫拜五個人 那真的都走過門 那還好 我想有心的人還是會來 我們先規範給我們三個正式 三個代理教師的部分 剛剛有一些問題 我在回應的時候 我想正式老師 我們還是有一些 他有一些 在教育基礎上 他還是有一些 受過這樣的一個訓練 那至於代理教師 他就可以並聘用 所謂的專長教師的部分 來協議學校要發展特色的部分 這一點是我們剛好就是 有先規範 我們把它規範成這樣子 就是會有政治老師 以及代理教師 代理教師的話就是可以 由學校這邊來做專聘的這樣的 那105的話 我想你們持續的做混動修正之後 我先看一下 在106其實進入第三年以後 我發現到這樣的一個變態 跟學校的運作模式 這樣是可惜的 而且最主要在這些變成 來講他們是很快的 那我們從文獻的探討這邊來看一下 現在我林教學的現況上可以看到 我們事實上學校一直把學生 沒有去注意到學生 他本來講特別差異的 可是我們一直要讓學生 大家都一樣 大家同一面出來 然後我想你看看混零教育 我看到這一點 他是不受年紀跟年齡的限制 在我們的學校裡面 學生覺得很快樂 那從下一線小校的現況來看 這個六班以下的學校 佔得71所 也就是差不多是57.26的百分比 相當的多 那從在下一個面向來看 我們說混零教學的趨勢跟需求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先進國家 或者是很多我想各地的數據都可以看得到 文零教育 他是一個世界趨勢 那我們一樣的看到就是這樣的一個趨勢 他其實也無印到我們自己本身 學校裡面可以做的這樣的一個量態 從學校裡面 我的學校目前是這樣子 原來我想是六級 六班 那我們現在是變成低中高 把他的名稱換一下 就變成採紅藍天白語 這樣的概念 在教室裡面 他們已經沒有幾年級的概念 他們會一起在這邊做學習 那目前你看這裡 我想特別介紹一下這邊 當年這個社區完全沒有出生率 是零的 那照我們的法規來說 你只要有一個年段是零的話 學校政府是可以幫你收起來的 可以做並校分校以後分班 那還好我們學校已經撐過了 我想今年撐過去就已經六級六 我想做了混零實驗學校以後 更不受這個實驗級數的限制 更能夠把這個學校發揮出來 就說他是走家庭式的一個課程 大家庭式的課程 我想後面會介紹 那在教學創新的部分 我們這樣的一個課程設計 就是去把早上做核心課程 然後我想下午 我們會做這樣的一個主題 跟實作課程的部分 在這邊大家有看到 數學分離的部分 104學年度 剛開始啟動混零教育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數學科馬上做混零 我們還是做分離 那105的時候 就抽部分的單元來做混零 那我想實際上106的話 我們幾乎是全部的做混零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可以看得到 當這樣的混零出現的時候 你看這些閃 這是老師啊 他有多出來的東西 多出來的老師 我們可以再做我學校的這個不同的發展 那整個規劃的話 目前我學校是做一個共同時間表 跟學科組織表 那怎麼說呢 來看一下 對 所謂共同時間表 在 一兩半 三四五個月 等一下 來看這邊 就這個部分 在我104的時候 我們先在學校裡面 先做了一個 試質量的整個整合 所以學生全部要去施策過 發現到有些孩子 他已經五年級了 可是他試質量才800多個人 那非常嚴重 所以後來我們開會討論就說 這個同學他可以 他從這邊可以移動到這裡 然後呢 他當我們檢定完畢 他已經學習的這些試質量也夠了 就讓他再回來 是可以的 可以流動的 這個好處就是這樣子 可以綜合橫向的流動 這是我們當時的設計 大家看一下 我們連吃飯都是全部大家能力 就像剛才中午的午宴一樣的 這樣吃飯 好 那我想在這邊 我們還做了這樣的一個課程 就是像議員之間 會跑這樣子一起來 那自主探究的時間 我設計了一個TED TED的發表課程 讓學生在這邊做自我表達 未來記憶的課程 那我想我們繼續看 時常偏向小校 真的是非常 等於是可以讓學生到很晚 到7點半才下課 看看這個鬼靈教學建構 我想這個資料 是來自於我10月14號 45號來我們政大接受 就是泰國阿正的教授的 校長的上課之後 回去以後做這個實驗 我想這邊 因為剛好就有這樣的一個教學建構 回去做了以後 在英語教學的這一塊 我想有蠻多的一個感動 那因為今天可能15分鐘的時間不太夠 我會需要如果下次有機會 所以我會希望把英文的這個part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想這個五個步驟就是這樣 從剛開始的進步 可能是兩三分鐘 然後在學生的Q&A 然後再做這間課程的內容描述 另外演示的部分是同儕之身 或者是全部的交叉鏈型的演示的部分 最後才會做總結這樣的一個課程脈絡 各種精神 好 那我想混零教學 教學跟傳統的架構的差異性 這是很重要的 好 這個混零事實上就可以知道 它是已經在學習社會化的所有的脈絡 那事實上我們傳統教學 分析分析的時候 我們又產生一種現象就是 要競爭要衝突 這樣的一個好現象 所以我們看我們國會的電腦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繼續看一下 研究方法這邊我講一下 研究方法的話 我們是採這樣的敘事性的研究 從我們老師的這些資料相關的報告裡面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敘事性的故事出來 那我想在這邊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混零教育它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把這些課程規劃或者是我們的混零的策略 這邊還有教學的史詩 還有另外我們要注重評鑑追蹤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想空間固執 或者是還有很重要的臨床教學跟課程規劃 還有專家諮詢的部分 都要在我們教育裡面的每一個環節裡面 去完完相扣 到每一個這個案子才能夠很順利的去實施 那我想再接著看一下課程內容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以這樣的一個核心課程做推動 然後主題課程還有做很重要 Maker的部分實作 然後最後我現在在推動的是英語戲劇的部分 那整個從這邊來看 鄉村學校它的一個發展性 它是可以發現到 它是可行的一條教育路 這邊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學生的這個基本學歷 它英文是全線檢定是PR97 然後這是很驕傲的事件 那另外我們很接觸到學生不同的目標 還有最重要的這個社區 有沒有讓這個社區它永續發展下去 像現在目前不管我們社區有忙投入 或者是說現在有大愛子山的茶葉的行銷 那都是我們未來的各種之一 那我想這邊提到就是說 老師可以看一下這邊 教育的公平性在學校真的有實現了 不會因為偏家而失去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這邊是學校的 57周年的時候的一個慶的照片 那我們這邊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一個土地一定要有一份心 愛這個土地 它才會讓我們的這個港肌繼續發展 繼續發展 那這邊我想這邊很快的再巡迴一下 在我們整個事情狀況 實行現況 我們來跟大家報告 這個家族式的課程 這是我現在最有成就的 這個目前在三年來 我覺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就在這裡 真的是好溫習的 然後老師的背課這個非常重要 專業力的提升 一定是透過我們不斷的對話 讓老師們之間還有橫向、縱向都能夠 好 那我想這邊這個也是我想先講到這裡 這是最近12月12號給的這個資料 我覺得很棒 那個英語的實驗教育 英語的混零教育在這邊會動 你會看到每一個孩子 你看看這個孩子 二年級的去把 一年級的這樣帶著 抱在這邊來學習 你看看那個感動 所以我想在這邊 混零教育它是可實現的一個教育路 也在我們偏鄉學校 這樣的一個雙雙學校已經開花了 那我覺得很期待 也邀請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能夠到我們太天佛小恩這邊來做指導 謝謝 再來我請平東縣的長榮百合國小 呃 陳世聰校的和我們分享 我們主持人曾宴長好還有我們在座市長各位交友歡迎大家平安 從墾丁到這裡453公里 然後我的學校到這邊370公里 所以我們政大扮演實驗教育的龍頭 但是需要平東來來尾 那這一道題才能夠往上跳得更好 好 那我從籌備這個學校到現在快要滿七年 那所以這等於是七年的一個成績單跟各位有分享 實驗教育的實驗教育課程的二次結構也重構 從附加取向到社會行動取向 那時間很快 東西大概結構就是這樣 就不再談 這個學校的背景它從千春的部落 它是新的學校 因為千春本來有兩個村已經都沒有學校 另外一個村還有分校 學校合起來然後變成一個新的學校 現有它的定位 家長跟族群有不同的看見 課程的轉化 我們從專業的團隊 從第一次的轉化到第二次的轉化 觀點不同 那實驗教育也剛好符合我們這樣的觀點 所以實驗教育它強調的是孩童 所以孩童跟族群之間如何去拿捏 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我們一直在探討的 民族還有我們的自主跟現代 剛才那個影片沒有放沒關係 這是這個基地 剛才現在都已經蓋得非常好 它是一個永久屋的基地 比美國的航空母艦還要有價格 因為它負載的是兩個台灣族最古老的發言地 台灣族最古老的發言地 西魯海最古老的發言地 所以我跟三個老人家一起陪伴同行 大概基本資料在這裡 這是張文化基金會沿見的 非常感謝它帶來一個非常像船艦的校色 非常艱苦 但是我們後來經過學校的努力 裡面充滿了文化氣息 你如果來了之後一定會愛上它 如果你沒有來 沒有來你不要說你到台灣來 各位大家的朋友 不要跟人家說我到台灣過 你沒有來到長榮百合不算 我們處長在這邊他會同流的話 因為他也是股東 我們一起向前走 大家好 大勝馬家好茶 合起來剛好大家好 多美好的一個巧合 我為這個部落群叫大家好 他在料理那裡 是台灣以方過來的料理那裡 大勝馬家好茶 我們成為一個產業的結盟 學校跟三個部落做產業 各有分工 依照各自村落的特色各有分工 這三個部落在百年以前 可能是你侵犯了他們的領地 可能是要出草的 但是現在一起相寫美好 真的是非常棒的 我想這個就不再談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機會來 那這些獎不是要秀 我們這幾年得到怎樣來講 也就是說很棒的是我們得了很多的大獎 並沒有因為那個獎項拿回去之後就停擺了 沒有 我們繼續向前進 我們做這樣的思考 我們一直用教育專業的思考 在帶領的時候 我們還是發現在地的生命 跟我們還是有所隔閡 所以我們發現了 彷彿缺缺了什麼重要的因子 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雖然一開始是從土地啟動 可是那種理解跟後來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我們必須保有不斷的吸收 不斷的反思的這個機會 這是我們課程的結構 不過到最後我們本來希望孩子在地的行動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孩子的整個生命力 就整個生命力還是必須要思考 原住民主的生命觀是什麼 我覺得必須要認真地去討論出來 這個概念其實很多原住民學校沒有深刻地去討論 什麼是原住民的教育觀 什麼是生命觀 那這樣的觀點如何轉化成學校可以操作的 然後協助部落共同來請講 那這個路路洞心情念就會很快帶過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階段的思考 大概就是想要建立一個協和的教育理想學院 因為勒爾曼所講的孩子的色情背景跟同彩關係 其實才是影響孩子後面的成就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給孩子一個新的家庭 我們也沒有辦法改變孩子的兄弟姐妹 但是我們可以讓他的社區的生活更美好 那這是學校可以跟社區一起努力的 那這個一開始我們寫得很完整 全國第一手敢把肌膚精神繞到學校裡面的 就長紅白頭 因為這一些誰敢說 這一些不是我們教育在講的東西呢 是的 這裡面其實就是一個愛 沒有愛不要講實驗教育 孩子不理你的 實驗教育裡面需要很多孩子是很個性化的 所以你必須等待 必須包容 必須用更耐心的方法去戴 所以沒有愛根本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有什麼影響 那是空盤 好 那我們擬出了這四個任務非常精準的 我們現在就朝著這樣子做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麼精準的賣個關子 就像我們處長講的論壇只是開個頭 不能把全部都講了 好 那各位有空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 十二年國教還沒有 十二年課綱還沒有在談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就已經算是先驅了 我們早就已經希望孩子 是走向一個在地公民的思考 這個裡面思考得多完整 各位有機會慢慢來 這裡面是原住民主的文化的精神 在符合國際的公民 符合社會的公民 國家的公民 那這樣的思考 這個王冠長得很可愛 再看一次 他會跳的 好 積極有愛 風采無限 感恩回饋 不能感恩回饋了 我們在做實驗教育可能要小心 如果我們今天孩子不能感恩回饋 我們可以容許他慢一點成長 可是感恩回饋這件事情 一定是每一個孩子到最後要成就的 好 因為他取之社會 他受到整個大自然或者是他的人群的供養 好 那我們的第一階段的課程大概是這樣子 請大家參考文本 我就不再細講 成就一件學校的教育跟在地的啟動 其實是很細膩的細微的工程 因為透過這些很細膩的真誠的進到部落 然後得到大家的信任 才能夠邀請部落的長輩一起進到學校裡面來 不是你叫人家來 人家就要來 我現在最大的感動是我每一個禮拜三 我跟我們國寶級的部落老師 一起在做課程討論 我們在討論什麼是原住民的生命觀 我們在有限的結束跟時間 我們到底要如何克服這些問題 所以這是我額外的幸福 這是我們第一階段的 這個就是我們得了獎項的前面的階段 那這個五棟三嶺非常重要 這裡面我們常常是把焦點放在正式課程 其實真正可以看出教育成不成功 是在非正式課程跟潛在課程裡面 尤其是實驗教育 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潛在課程包含了學校的文化 包含了師生的文化在裡面 那這些細微的部分 其實要慢慢地去經營 然後進到這個部分 這是山林 我們原住民朋友跟山是結合在一起的 跟漢人不一樣 漢人會認為這一棵樹為我所用 這一樹山為我所用 但是原住民朋友 他認為他是跟三年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個結構 其實等於是重新 結構其實就是重新詮釋 包括我們過去漢人對原住民族的誤解 也要重新去理解 不是只有總統五在做轉型正義的概念 如果人民的內心的理解沒有提升 總統不能強迫你 因為人民是總統的頭家 他不敢強迫你 那麼生態中心跟土地的情感 共享 這個共享是不一樣的 原住民族的共享是生命共同體 一群獵人打完獵之後 直接把獵物送到商家去 這個是漢人做不到的精神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的動作 賣個關子以後理解 這個部分是剛好我們一群部落的幹部 有一個畫國老師來教大家做植物染 這一些是植物所造成的燃料 畫得非常棒 他還容許我去用他的作品 你看我們原住民族就是這麼流產 價值是一種信奉 我們很多人價值都是講一講 價值是要持久的去實踐才是真的價值 賀富敏老師有說 其實價值是展現在別人的身上 然後要持續的去運作 那才會成為真正的價值 那麼這個部分我想 這是我們共同跟部落老師 大家共同的討論 當然這些文獻我沒有跟他們講 因為講這些文獻他們不會睡著 但是我們共同討論的就是 把過去傳統社會的美好 一定要讓原住民朋友知道 原住民的孩子知道 因為他知道他的美好 他才能過去做多元文化的比較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我們很簡單的會認為說 生命之流是群體的生命之流 可是現在民主社會 有很多Unnotable裡面的 派系脈絡選舉恩怨 這個部分是一般外面看不見的 那怎麼樣去彌合 從個人的生命之流 能夠結合成整個群體的生命之流 這是一個大災混 而且很細膩要去進行的部分 那我覺得我們最終的就是 詮釋是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強迫他 怎麼樣讓孩子有這樣子 群體的生命之流的意識 所以我們發展的這樣的觀點 就是把我們共同的看見 我們要轉成孩子他認同了之後 要在他的生活現場實踐 沒有辦法實踐出來 那個都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理解 那知根性是分離的 所以全人教委 從我們前面這個地方的文件 就不再特別講 我們從前面的探討裡面 也去支撐學校目前 我們認為要把用文化統整課程的方式 就是把過去我們用知識的結構的方式改成 用回到文化生活的這個脈絡 來探討他的文化學習的面向的內涵 這是我們做的最大的改變 然後在十空裡面一定要去實踐 好 紅蓮三寧全人類學 紅蓮三寧其實就是時間跟空間 我們離不開時間跟空間 把時間跟空間應該還給孩子的 還給孩子 不要給孩子那樣子 那麼多的載智 那麼全能美學 我們也必須有責任的教育孩子 他是一個完整的理解 而不是偏活的理解 這樣子他才能夠有美學 美學不是只有美感 顏著女朋友非常有美感的潛能 這是沒有話講的 我們更在意的是他要有整度 我更欣賞的是美 他本身是一個審美跟判斷 那里那里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三個湖繞部落合在一起 新的基地 所以我們才會用里那里的部落學習的概念 那課程的目標 如果您是一個課程研究者 慢慢去對 他絕對符合十二寧 我們現在在講十二寧課綱的 完全符合全能教育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很快的跳過 因為我的時間 我看一下我有計時 還有三鐘 還有三鐘 還不錯 謝謝政院長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親自在帶領 跟部落的老師一起討論 那這個觀點的轉變 我想這個就是帶過了 我們現在的課程 現在在文化課程 當然文化課程它不是分割的 它是跟一般教育結合在一起的 那怎麼樣結合怎麼樣轉化 這就是很專業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轉化的 這個部分應該是版前所有 我們目前在進行的這一個部分 對啊 因為怎麼樣把文化課程 跟各種的課程結合在一起去轉動 成為多元文化的觀點 又可以滿足孩子自主學習自我探索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在做的 所以我們明年就要被評鑑了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好 所以我們的思考就是這樣子 孩子到最後他成就了他的經驗 他最後還是要提升他的抽象思考的能力 這是我們進行的課程 從文化主題的概念切進去 很快的 你看這個很可愛 我們布朗老師所畫的 這整個舊部落的地圖 如果你能夠在這裡面學習 哇 如果整個禮拜在這樣的情境學習 多幸福 這樣的幸福在場擺盒可以做得到 好 孩子為了手芋頭咬開咬的一天 他們睡在學校手一天一夜 這樣的課程別的都市哪能夠享受到這樣子 這個芋頭咬考到最後 你看他們有一個圖沒有 知道這個在嗎 這個是滅火器 萬一火太棒可以當滅火器 還要準備一台地瓜 避免他把那個芋頭都吃完了 我們看一下 這位老人家90歲了 部落的部落會議的主席 他們幹部一起去規劃 邀請部落的老人家來做分享 邀請孩子在課間活動做分享 因為孩子未來是這個土地的主人 這是自主學姐的發表 這位小朋友他的故故 就是幫總統做救贖典禮那個背心的 孩子有團體性的任務 也有個人的任務 也有分組的任務 看他自己的能力 有辦法個人就個人 沒辦法的他可以用分組的方式 會用畢子的分組 這個是他很小朋友化的 他在學校讀了一年半 竟然能夠這麼豐富的文化演出 所以可見其實組曲不是問題 他是有態度跟學習 孩子的風采真的是看得很感動 所以一定要好好教育 相信教育的力量 這是我校長的養我 透過這個市集 等於是一個自我檢核評鑑 老師們要去發表他們的實驗教育的方式 孩子要去發表他們學習的內容 所以重點不是賣東西 看到市集不是只有賣東西而已 是校長在賣刀藥 賣的刀藥只有校長了解 好 那一次又一次 其實這是我們處長 感謝處長 尤其花了好幾千塊 感謝 好 那這個是孩子 那孩子過程裡面 他是要自己去籌畫 不是值得在賣東西 由孩子自己學習怎麼規劃 所以總之最後的結論 即使要把原住民的美好 用孩子喜愛的方式傳達給他們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位老師 當然他沒有聽見 我們其他人沒有在這邊 他派了孩子去校演前垃圾 這是校演最美好的風景 一個學校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相信他的教育已經成功一大半了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兩位校長 還有傅老師的分享 我們現在還有25分鐘 我是很殘忍的 不到25分鐘的報告完 實際上大家都還想繼續聽下去 不知道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提出來嗎 來跟他們三位請教 或者是你們值得的分享 要請先報你自己的新聞 各位教育夥伴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立革職國中的校長 陳許恒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探新國小的曾校長 在您剛才的敘述當中 我們都感受到您的熱情 以及對孩子的愛 那中間有特別直白提到 有一張投影片就是 裡面有提到104是破壞期 105是滾動修正期 106是理想雛行期 那也提到了就是很直白說 當時呢要把學校轉型為實驗學校的時候 其實就有碰到一些老師都選擇離去 那我想請問校長的是 您當時是舉指定要來辦理的 還是說有一個怎麼樣的機緣 然後呢學校轉成公關公營的實驗學校 那後來呢老師有三位證實 三位代課 那這個產生的方式是在招考還是說 它是跟你原來 教室原來是一模一樣的嘛 所以我想說想了解這個歷程 謝謝 謝謝陳教掌非常具體實務的 先不要回答 我們先帶兩個問題 因為也許有問題 你先問出來 可以先準備 謝謝 謝謝 我們對長榮百合國小的學校長 我想有一個人要請教你 他命名為長榮百合 有沒有原住民的文化因素在 還有會校的實驗教育 是根據實驗教育條例 或者是根據原住民主教育基本法裡面的 民主學校給我們一個解釋 謝謝 請問自我介紹 不是我是凱北施的 拼的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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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博家好學 謝謝 謝謝讀學 再一個問題 那請教掌請客 再一個問題 再一個問題 我是錦榮特技大學 我現在我從上台到那一年學習 我要來學習 所以我現在 我在那邊看到了那個 是吃美還有英語教學 所以我就針對剛才那個 太新 太新 太新國小的那個 戲劇課怎麼樣展示出來 還有最後一位 校長 茶榮百合的那個校長 他們在英語教學 他們說他們有很特別的一些東西 我想了解這兩個 我們關於英語教學 再 他們指責 他們落實 謝謝 好 謝謝 那就麻煩兩位校長 鄭校長先 您直接就 再接著回答英文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想謝謝您的提問 這104破壞階段的時候 當時是我們縣 其實我們整個縣政府它期待是 太平太新還有農業分校 把它整並為一個學校 那當時事實上 每一個社區 當它學校被收的時候 它的心情會是怎樣 所以說是大家這次的角力相當的演奏 那就光一個名稱 光要做實驗學校的名稱 到底心平好呢 還是平心好 我們是平心而論嗎 那當年就覺得說心平好 那就名稱就已經沒辦法 大家有控制了 所以那時候這樣的一個 兩把整定的同時之下 我們處長就很關心到我們社區 這樣的一個需求 需要 所以就是縣的指定學校 這是這樣來的 那我想接受了這樣的一個任務之後 其實當我們處長 他是4月3月3號的時候去做收聽會 他也跟全村的人說 我們收聽之後 那4月4月18正式的就通知電話說 那這邊來做混零的實驗學校 那我想當然長官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指示 要接手 我們就開始啟動 到底什麼樣的實驗學校 其實那時候接到任務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恐怖 你也不知道說 這個到底怎麼SOP怎麼做 真的 但是我想我們身為一個教育人 就要這樣的一個擔當 當我們接受到這樣的命令的時候 它是一個對的一個指令 所以我就一定要接受 我一定會去全力以後去把它做起來 當我當104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尤其也遇到這樣的媒體報導之後 就全校請教這樣 大家可以打開台訓國小一下 打開那個訊息 就可以看到滿多的這個資訊 那時候真的是很低落的 所以呢 它是一個我們等於是 不是正統教授的那個試點學校 那我們是縣的指定學校 那至於老師的規範的部分 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有實驗學校有一個實驗規範 那其中有一道師資的部分 那師資 我們處裡面是希望我們說 你就有三個正式 至少一些基本的教育的架構 他們理論上都不用再重新訓練 那我想這是正式的教師 那他是透過界聘進來的 那當時都走光了以後怎麼辦 那我想也開放線內的 這些正式老師讓他進來 那就剩下 就剩下還有三個餘兒 那我們就再招聘用自己 我們這邊可以自行整品老師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運用到我想要發展的 那我特別留了一個師資 就是英語師資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在天江 如果英語這樣的一個國際的語言能力 如果沒有扎根好的話 他真的是會被一些很好的趨勢 都被他沒有機會接受到 所以在這個英語師資的部分 我就特別指定一定要有好的師資 來帶這群孩子來做學習 來陪伴他們 這是三個正式三個帶子的部分 那至於剛才講的英語戲劇課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幫我點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 我想有來自我們大陸的 大陸最喜歡聽高山青對不對 待會是不是也有機會播一下 我們的弦樂團演奏一下音樂 給大家聽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時間可以的話 好 大家要先播吧沒關係 大家要欣賞一下 這些孩子 喝天香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教育他只要是對的方向 那就值得我們去投入 如果你聽著這一首 而且不常來自我們大陸的老星人 你一定會覺得這一次的旅途是很有收穫的 因為你沒有去過阿里山也聽過高山青的 校長 可是剛剛那個 我外門問的是音樂 英語教育 你要講他的音樂教育 不是 這個我是附帶想說大陸的好朋友 對 對 對 拚一下 拚一下馬上 來我繼續 英語文文教育 不好意思 那時間 好 好 因為還有別的問題 對其他的講演 好 那我想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我們的 幫我們秀到那個 英語 好 英語混零的部分 我想 英語我在我們結校是 一年級就開始 追蹤英語 那我會這樣分級的 基本上 有105的時候是123 因為四年級的程度特別好 所以四年級單位 然後我們又一起 是有可能會這樣子操作的 在英語 英語課程的部分 認知課程兩節課 我們接下來的英語 我大概這樣的推動方式 就是跑六節 我們固定是兩節 那我 我跑六節 那六節我想 有兩節的戲劇課 是在這邊 他是堅重到你的口語 戲劇 音樂 然後很重要的 要回應到你的 人格品格的部分 感恩教育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在 英語課程的主題裡面 都會帶這樣的一個課程進來 那 那是不是我想這樣的一個 結合英語故事跟戲劇無道 讓學生在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他 不是他自己好 就全部都不好 那是不是幫我們 有一個英語的表演的部分 我們這樣 教導 不要看你表演 好 不好意思 我這個主持人太殘忍了 好 OK 謝謝 那我想如果有機會 的話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來再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的長榮百合法 還有你的英語教育 好 謝謝國家校長 還有這個院長 長榮百合是 七個名字裡面 由縣長勾選的長榮百合 那長榮因為是長榮集團 長榮化基金會 他原建的這個學校 花了一億五千萬 大概三四千萬等人民幣 那就是勾了這個 那百合是魯海族的竹花 所以他有文化的印象 可是台灣族很不喜歡這個名字 因為百合是魯海族的 但是我們大家還好 大家跟大色麻家學台灣族 好 茶才是魯海族 所以大部分是台灣族 因為我名字比較偏向魯海族 所以台灣族的朋友 比較喜歡叫長榮火曉 然後魯海族也喜歡叫百合火曉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實驗教育裡面 其實我們也算是嚴重民主的實驗缺效 因為我們在第二年 還是有跟延民會申請他的經費 基本上是不是原住民主實驗學校 就是看你有沒有進到延民會 去跟他申請經費 這樣的判斷 那第三個英語教學是這樣 原住民的孩子在學習的過程 其實他的專注度不見得會很影響 所以我們後面的環環相扣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 族語的學習是跟前面的文化課程扣在一起 英語的學習也可以再扣一次 然後扣了之後 孩子學習得更有更能夠理解 然後也可以介紹他不同國家的一些相類式文化 比如說族群文化裡面有談到這個部分 那英語的部分也可以談到這個部分 那也希望孩子他們在後面的閱讀 或者是在自我的看守裡面 也可以往這個部分切進去 那後面還有扣一個國際學辦的概念 因為國際學辦就是大學外國的大學生 他跟孩子互動裡面 孩子就可以把這些的內容再輸出做一個分享 所以有這樣的往往相互的概念 謝謝 謝謝校長 謝謝他們兩個校長的回應 我們再來三個問題 這邊 我想問一下 我是來中國大陸的研究者 我想問一下 就是關於學校形態實驗教育 那麼隨著台灣的少數化的一個侵略 那麼有些學校可能就是規模比較小 規模比較小以後呢 有的學校比如說實施學校形態教育 有的學校呢 就是有的幾個學校 有的車兵呢 做兵呢 這個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 平等教育處的這個領導 就是關於學校 到底走什麼樣的路 是學校 近學校車並 合併好呢 還是說 走實驗教育的路比較好呢 教育行政我們 是基於 大概有一個什麼樣的考量 有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另外就是說 對於實驗教育的人講的話 如果學校那個 一個年紀比較小的話 學生的一個社會化 是否會有問題 比如說 如果一般的三年來 學生其實交往比較多的 然後學生社會化是一個比較好 但是如果人特別小的話 學生在社會化方面 是不是也會有些缺陷 就是我的意見 旺人 林克星 林克星王 我明天要做一個 官員的教育參與 謝謝大陸來的王老師 王老師的問題 不是針對Presenter的 讓他主要到平等的領導 還好 因為題目相關 我們還拜過您 再接著過去 那邊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政大教育 謝謝阿倫 那個我想要問 陳世聰校長在 有關於就是 原明會他在 support 所謂的長榮百合的那個 課程上 他是有提供 怎麼樣的實質訓練嗎 還是說是由你們開出條件 然後去跟原明會那邊做溝通 原明會再派所謂相關的一些專業實質 到學校去做培訓 謝謝 林貴姓 董姓 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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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好 謝謝賴老師的提問 第三個問題 那這點 我聲音很搭 我想請問 故事老師 就是 您在開始做五萬一 然後要進入到社區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就是然後您怎麼去做 林貴姓 我心裡我是為了林貴姓老師 是 好 謝謝 那下位 是不是請領導 你先 謝謝 這真的是太 我不是領導 我是工夫 我想其實台灣為什麼有非常多的天洋小校 因為其實我們中央跟地方的經費分配 尤其在地方教育國民教育的經費是由地方來自擔 那我們有把一些地方的財政分成好幾級 像我們台東花蓮跟屏東都是五級財政 也就是說中央給的補助牌裡面 其實大部分我們地方財政九成給了人事費 所以我只要多一所學校就是多了很多的負擔的經費 因為我們基本上要一個學校的經營 其實它的包含它的建築 那尤其台灣又是地震很多的國家 就是其實有非常多我的房災 我的空間 我的經營費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幾年前其實台灣的各縣市政府 都一直在財政小校 那我想在座鄭老師從澎湖來 偏鄉我們會看到從中央的角度 因為你的地方的財政 所以地方一定要去財政學校 因為它有地方財政的壓力 但是我們的教育部就提到說 如果以偏鄉作為一個地方的社區文化中心的話 它是不能被財幣的 這是剛好一個不同的論述 也就是說 我將在照顧所有偏鄉的子民的時候 土地它能夠有富裕 一定要財幣的學校存在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現在就是 用財幣的學校真心考慮想要去做富裕 就是說不能只看學校的補助 因為你再怎麼補助 孩子還是跑掉 因為村莊怎麼財幣 除非有像傅老師這樣再去把他做 要有人賠賠 要有人賠賠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做過中央法規的工法 還有就是地方政府很重要的是 不能隨便財幣 一財幣人大概都走了 因為老化台灣老化也非常的嚴重 所以一定要留小孩去富裕村莊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台灣整個發展趨勢 實驗教育有些是家長的需求 但是更多的是台灣在國土規劃裡面 很大的問題的一個彌補 那這個彌補裡面其實很多冰箱小巷 基本上是由縣市政府來指定 因為一方面是教育部 它其實針對像原民教育 針對冰箱小巷 它其實有一些補助 目前在我們國簽署有一些補助 那所以我們會指定一些學校來做 所以剛才我想嘉義這個校長很興奮 為什麼 他很少看到這麼多老師 很好看到 這個是不是很多配套小校 我想今天想的是 心情應該是很激動的 因為為什麼 他們文力那麼多在山天水牙 可是有這麼多人可以聽到 這是很多小校校長很大的心聲 所以我想怎麼樣讓我們很多 那個很孤獨的教育工作者 他在現場因為這個公賣公營 公賣民營的身份 有機器會願意幫忙 甚至有媒體願意看到他的困境 那當然也是有這樣的平台裡面 他會比較知道別人怎麼做 當時都會比較炫 這個也抓那個也要做 什麼都要做 可是後來他會逐漸有一些 像自然農法這樣的概念 你總有一天你要回到 你的孩子生長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平台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的實驗教育 就是來自各種不同的需求 國家的地區的家長的 但是因為這個平台的互相學習 其實才有辦法 討論出更多對應那個差異的辦法 所以其實很多公賣公營 是由地方政府來指定 但是重點他的生命力 都不是政府可以給的 其實都要靠現場的教育工作者 所以我覺得台灣這一波 很重要就是被指定的學校 開始學習 而且開始去找到各種可能性的資源 他也很重要 他開始思考 以前國民教育都是聽上面的 但是現在有非常多地方教育 還有地方人才的培養 他開始要從土地裡面 從人民裡面的需求裡面 去找到很多自己的教育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波 也是賠利了非常多在場的 在地的教育工作者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同學 其實研明會基本上 他們主要的行政人員 不是教育行政人員 所以基本上在專業成長上 還是國教育會有固定的時間做工作方 比如說我們第一年的話 幾個學校就會輪流進行工作方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陪伴師資的成長 那另外一個他省來的機制是 錢其實是教育部出的 那是省的還是在研明會 所以研明會他在看你計畫的時候 大概也會針對你要做專業成長的部分 會做一些的觀察 那另外他們也有會做仿式的動作 所以那目前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自主性還滿高的 長百的目前還有將近120位的孩子有班 所以平均一個班底還有20位左右 所以我們是吸引在地的理想前進 而不是因為少子化的問題 謝謝 好 好 剛剛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學生等數很少 那社會化的問題 那其實有時候現在就是說 當然他是一個單一學校合理 但是事實上現在台灣也透過了 那樣多資訊設備的連線 所以像資社會它有一個小校聯盟 原則上就是說 你雖然在加一個山上 可是我每天來跟我上課的老師 我透過視訊透過視頻 我其實是全台灣甚至國際的很範圍 很多的資源給我進來 那還有就是我也可能是小校聯盟 一起區域吸引你 所以我雖然在一個學校裡面 可是我的同儕 我的老師的學習他可以是非常多元的 這個就要幫我多元攝裂去做一些調整 謝謝 麻煩顧老師 喂 好 我怕我在很多時間會打講稿這樣 因為鄭老師對著我說 這個人問你的問題你要講一小時這樣 好那個社區的問題就是一句話 就是要謙卑的向社區學習 就這麼簡單 然後接受指教 其實我教授到這邊 我在社區裡面大家不會叫我教授 就是比如說老師 現在我在他連線高性的別人看到我說 欸這誰你知道嗎 吳慰慰的顧老師 譬如說東華大學的教授 我覺得這是最驕傲的東西 好那接受指教以後 你要有一個做黑手的精神 就是dirty work 你就是要去做 你不能自命清高說 唉我是教授 這是不是請村長啊 還是誰去麻煩一下 他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個問題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第二個部分就是長期投入 然後不把那個困難當作阻礙 因為我們習慣有進度嘛 我們老師最習慣有進度了 有計畫就是有其中 這進度是你的 很抱歉 就是當這個問題出現 他阻礙的是你的進度 但是你反過來 這就是你的任務 就是今天阻礙你的那個事情 就是你該去做的事情 所以請放下你原來的 檢案報告那你家的事 這樣知道嗎 就是說進度也是你家的事 今天社區就是把這個事 那你就是捲體袖子來做這樣 那我常常用一個例子 我們以前有另外一個社區 我早上去約定好了去 然後事情做完了回來 然後接到電話說 老師我們剛剛覺得討論不行 我們要再討論 好中午再去趟 然後說討論好確定 回去上課囉 好不去了 又接到電話 老師不行晚上一下過 我們一天要去三次 一趟車程40分鐘 去不去 不去這件事就沒了 就是去這樣 那慶好不用咖啡 激冒的生命有危險 所以 所以 就是說 這就是一個態度嘛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 那我們做了這麼久 是不是就不遇到困難了 照樣遇到困難啊 只是看你怎麼定義困難 所以我通常今天沒辦法講 我從 每個人都問我有沒有遇到困難 我想了很久 所有的困難到後來都變成 進步最大的那個動力 就好像那個跳板的意思一樣 你用那個困難 把那個困難當做老師嘛 就是他 你就是要向他學習 然後他教會你的東西 你就是往前過來 如果你一直平鋪清零 我只要告訴我的學生 那不是你做的 那是老天做對的 這樣聽懂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你都很順罪的做下去 那個是運氣 那不是你做對的事情這樣 沒有一個事情是做的順利的 都是從困難當中走過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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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郭老師 我自己是主持人 有一點特權文問有問題 是 這是 就整個國家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一個 剛剛我一開口就講了 當我去護路裡面 教個高中的小朋友英文 把一個新的英文叫NOW NOW NOW 就是現在的意思 他拿起筆來 他謝門就寫 我就寫給他看 他在你 他高一了 他重夭打棒球 他知的不認 那有多嚴重 我拿數據告訴你 我們花蓮台東 我們在建藏模 赤字亮的藏模的時候 居然沒有辦法跟全國藏模在一起 到後來必須另外建一個藏模 讓他的孩子到後來 你希望他到哪裡去呢 我上三個禮拜到我們 學校教會去 那個牧師在旁邊吃的旁邊兩個孩子 推這個單輪車的土 倒來倒去的 他們兩個弄一個都弄個洞 他們剛剛去高雄回來的中措 去高雄回來找不到工作 最後來他跟我要錢 我不能擺給他們錢 算是做一點工作 他們才十幾歲 我一直在不了多久 他們就懷孕了 然後別生孩子 我認為這是偏鄉教育的很大問題 這不只是怪部落 怪家長 怪文化 這甚至怪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我舉例來講 現在國家的錢到砸郎裡 砸選票最多的地方 就是有民主社會 剛剛台北縣的 剛剛蓋捷運的時候 第一批業捷運 花了四千億 那個利息給台東縣永遠用不完 整次差那麼多 你拿這麼多錢 就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所以很多人在去那邊 剛好把交通建設的成效抵消 你怎麼沒有想到說 你花點錢在偏鄉地區 讓大家的人口可以回流呢 很多人回流之後 大家就沒問題了 好 那我長太遠了 我回頭過來問的問題是說 那我們在做實驗教育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提升小孩子的乳血算能力嗎 我想請教這個校長的 其實實驗教育重要的是態度 如果態度到了之後 他自然在各種 他有感恩喜福的心態的時候 他就不可能不珍惜他擁有的一切 所以如果真正我們在做原鄉的實驗教育 孩子沒有辦法理解到那種生命的可貴 然後去愛護整個環境 珍惜他擁有的那就是失敗的 所以如果後不回來學科能力的提升 那也說不過去 只是說他後回來的時間可能不能太急 因為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態度到 但是不見得一定要往學科學到很紮實 可是他一定做 就像他連那個都會不好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謝謝 那個我不忍不住要昨天說一些話 那個因為剛剛都會英語教育 我們做很多國際交流 我們不做一天一節課的英語教育 原因是如果對我的孩子來說 他馬上想到他要會講英文 才可以跟外國人交往的時候 他就退縮了 所以我們的方式就是 那時候蔡英文沒有當總統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學蔡英文 好 就是我不要說標準的英文 沒關係 我用很簡單的方式讓這個人了解我 因為他會說英文 他也沒辦法國際化 因為我們有來自蘇聯 有來自日本的學生 他不說英文的 所以其實孩子要學的是 跨一個語言跟文化的溝通工具跟策略 而不是英文本身 好 那他學會了這一個 他理解到了這一個 跨越溝通的這個 就是我們物理性的這個語言 出現了語言以後 其實他會想要把英文學好 就是我們的孩子後來自己上台 用英文介紹五位無 是他舉手說 老師下次長導大學來 我要負責用英文介紹五位無 但是我們一開始沒有做這樣的設定 那我剛剛要補充就是說 我很建議不一定是只有一種方法 然後我不知道我這樣講有沒有不合時宜 就是我認為真的 剛剛早上楊教授講的就是三個一個例子 是說三年級以前標學數學 五年級以前標學英文那個 其實我覺得在現象我是蠻贊成這個概念 我們有很多孩子是有名希望小學補救教學國語數學的孩子 這個孩子他就是C級學生 可是因為這樣我們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他開始自己記他自己生活的事情 因為他沒有辦法寫完整的句子 我就說沒有完整的句子叫新詩這樣懂嗎 就是說句子不連結不完整 別人看不懂就新詩這樣 你就寫新詩吧 然後後來他看紀柏倫的詩 他的詩現在被編進了五門的教材裡面了 這個孩子 那他的國語文成績可能沒有因為這樣提高 可是這個孩子的生命處境被改變了 那他的改變會讓別的孩子看到說 我還有什麼可能性 所以因為大家都可能多數人在學校系統裡面 可是真的在這些孩子在學校系統裡面的那一個 我說有這種毛籠的感覺 希望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說明就是 學科能力我們一定不能放棄 可是怎麼樣校長說的很好 就是說他不是立即性的 而且我們沒有辦法在鄉下弄一個那個 何嘉仁美語那種 就是上台可以砍砍砍砍的孩子 但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孩子 讓他能夠跨越這個國際這個語言的限制 我相信是偏鄉的老師要去想很重要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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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現在過了兩分鐘了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非常棒的分享 其他實務工作者 包括我們民眾縣委 社會處處理的都在場 對我們一些非常好的學習跟回應 那我各位主持人 我最後一點點最後的結束 因為我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覺得現在大家走的方向是重要的方向 我們從來都是被國家課綱定住 但現在國家課綱要容許大家可以有地方的自發素來 所以我看到這些在地方上 在努力的做的各個學校努力 它有自發性的部分 你看也有國家課綱的部分 我希望在一段努力之後 用大陸的事務來講 也說我們是摸的時候做的 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在這樣 我們中國的長期的時候 我們也許會找一找更好的事務 今天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